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 邦尼挖掘好新闻 我是邦尼 世界上最有钱的男人 如今真的换人做了 Tesla创办人Elon Musk 靠着太空技术公司SpaceX 让他的身价飙涨 净资产直逼3000亿美元 比第二名亚马逊的贝佐斯 资产多了将近1000亿美元 身价更是超过排名六七的 Google创办人赖利佩吉 和脸书执行长Zuckerberg 两个人的资产总和 Tesla CEO Elon Musk is officially the richest person ever with a net worth of $271.3 billion He achieved the feat Monday as Tesla's stock soared after Hertz announced plans to buy 100,000 electric vehicles for its rental car fleet Musk's rise in wealth has been staggering for comparison Amazon's founder Jeff Bezos became the richest person to ever appear on the Forbes 400 ranking of America's richest people earlier this month topping the list with an estimated $201 billion fortune Musk is so rich he's worth more than Google co-founder Larry Page and 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 combined 马斯克有钱到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署长表示 马斯克只要愿意捐出个人财产的2% 就能拯救4200万名可能因为饥荒而死亡的人类 公开呼吁全球的富豪能够站出来提供协助 目前根据2021年富比市慈善指数的调查 两位富豪在过去一年所捐出的财富都少于他们资产的1% 在供应短缺和大规模央行的刺激之下 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了美国中产阶级在疫情期间的一种强大负担 分析指出了通膨使得美国的家庭每个月支出 比过去多出了175美元 8月份的通膨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3个百分点 民众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削减其他的支出 经济学家赞迪表示 对于年收入在7万美元左右的家庭来说 目前通膨率迫使他们每个月在食品 燃料和住房方面多支出了175美元 这个线迫迫向上涨和涨的货币 在市场上涨幅上涨幅上涨幅 过年中,中美国的国际纪念 他们认为为了解货币的货币 和如何保持持续 中美国的国际纪念 只能保持货币 是一种正确的计则 尽管政府官员宣称通膨是过渡性的 但是通膨目前处于30年来的最高位 并且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 全世界的供应链问题 海运大塞车和美国卡车司机荒 使得外界很难预测 价格何时会开始稳定 根据10月6号 美国人口普查的家庭调查报告显示 高达2650万的家庭表示 非常难支出日常的开支 这个数字从8月初以来 已经增加了8个百分点 东南亚国家协会领袖峰会 在26号于问来举办 而美国和澳洲等国也受到了邀请 这一次的峰会议题包含了 新冠肺炎疫情 亚洲的政局 还有目前持续进行当中的 缅甸军方政变问题 缅甸的军方原本在10月18号时 宣布要特赦超过5000名 参与民主示威运动的民众 不过呢 在东西会正式拒绝邀请 缅甸军方参与峰会之后 又继续开始了逮捕超过了110人 其中还包含了1988年的 学运名人绝名勇 一年一度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峰会 10月26号在问来 以视讯方式正式展开 讨论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复苏 还有亚洲区域安全等问题 而美国、澳洲跟日本等国家 也首要参加 优优独播剧场的 而去推荐的持续维持续续维持续续 因为这关系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EAN 是重要的 重要的 重要的 未来的一百万人的我们的 我们的同性是重要的 保持自由和开放的 Indo-Pacific 它是一个基础的 我们的保持续维持续维持续 很多年纪 而, the United States 支持了一切的 ASEAN的领导 和 Indo-Pacific 和 美国和澳洲承诺将投资至少1亿美金 更捐赠1千万剂新冠肺炎疫苗 帮助东协会成员国打击疫情、振行经济 并承诺将致力于东协共同保护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还有东南亚地区的自由开放性 不受中国威胁 另外各国在高峰会上也再次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政变 跟不人道的镇压行动 缅甸军政府从2月掌权以来 一直争取让军方领导人民昂来出席东协会的机会 不过东协用缅甸军方没有履行4月所承诺的五点和平计划 包含即刻停止暴力 允许特使跟外员进入缅甸 而拒绝军方出席 我们也认为了关系的关系 其他九个州民主党 我也认为了解军方法 我们不能使用了解军方法的非互联系 作为一支支援 为了解军方法被解决了 当我三个月前三个月之后 我认为我的指导,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 现在我看到 Myanmar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为人们在土地上 我们看到很多状态 这 weekend我们有很多冲突出的职业务职业务职业 我非常恐怕为职业务职业 还在 Myanmar 亦为人民主义的民族 M样对民族人们的民族 Bama约网约的民族 不仅至乎的分析 现在目前很多冲突出在这个州 缅甸军方原本在10月18号一度释放5000名囚犯 不过超过110人在释放不久后又再次被逮捕 其中还包含1988年玄运名人绝民友 迎来国际再次批评 也让东协考虑改变立场 向缅甸军方再施压来缓和紧张局势 美国国家气象局证实了 龙准峰起卷了密苏里州东南部的城市 而龙准峰席卷了密苏里州之后 并接着进入到了伊利诺州 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房屋企业和主要的变电站 幸运的是并没有严重的人员伤亡 你走到门里面就像你不太知道要开始 我们在这里的最高的地方是EF2区域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破坏来自于一场EF2龙准峰 风速高达每小时193公里 密苏里州北部最近可能会有 多达六场的龙卷风降临 而当局也在调查损坏的情况 损害包含了在建筑物上面吹下的屋顶 以及倒塌的树木和电线杆 但是表示了可能会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才能全面的评估损坏状况 俄罗斯近日通报 境内新增超过千起 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案例 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当日新高 当局也只好重新开始实施封锁的措施 除了超商和药局 俄罗斯将会在11月的第一周 实施全国的停办 塞马拉是俄罗斯85个地区当中 首批在25号就开始停工的 因为这里每一天都出现了 大量的民众确诊案例 地方政府也下令关闭餐馆 体育和文化场所 并且限制只有接种过疫苗的居民 才能进入商业中心和饭店 俄罗斯已经有超过830万例 新冠确诊的病例 和超过23万2千人死亡 是至今为止欧洲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也是仅次于美国、巴西、印度和墨西哥 世界第五高的死亡人数国家 历史上的今天带您回到1466年10月27号 这一天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之一 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摩的生日 他出生在现在的荷兰路特丹 伊拉斯摩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 在父母双亡之后被送到了修道院和教会 所管理的学校当中 伊拉斯摩这段期间受到体罚 并且见识到了天主教制度的腐败 让他在后来出版了许多的文章 包含了愚人颂 来批评和讽刺当时的教会和宗教信仰 也反对体罚 在1495年教会的许可之下 伊拉斯摩来到了法国和英国 并且接触到了从意大利开始往外扩散的文艺复兴思想 并且接触了古希腊文化和文学 接着他把这些理念带回了荷兰 和其他的欧洲北方国家 1536年伊拉斯摩在现在的瑞士巴塞尔过世 感谢您今天的加入 以上是我们为您整理出来的国际新闻 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要订阅我们 同时要开启订阅小铃铛 让我们继续帮你挖掘好新闻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